為什麼是高度 你看這邊啊 這個P點在動的時候 它的Y座標是不是會跟著改變 這個Y座標是不是指這個P點的高度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請問你這個點叫做誰 這個點很重要 叫做1-0 那這個點呢 0-1 左邊這個點呢 -1-0 下面這個點呢 0-2-1 所以你看喔 Side的0度是不是0 沒有錯 跟我們的角度圖做對照 Side的0度是0 Side的90度 這時候高度是不是達到最高 當這個P點在動的時候 它的高度會變化 對不對 在這個90度這個地方 還有它的同界角是不是達到最高 然後接下來高度又變低 那你如果超過180度的話 你的高度會變成什麼 變成是負的 因為你掉到A軸下面 Side是指Y座標 所以你的高度會變成負的 Side在1-2向線是正的 3-4向線是負的 因為你如果跑到這裡來 你的Y座標是變成負的 這些原理就是從這個單位原開始 這樣可以嗎 OK 好 所以Side是高度變化函數 那誰告訴我 那Coside是一個什麼函數 Side是指Y座標 那Coside是指這個P點的什麼座標 S座標 對吧 我們不要講長度 長度跟高度很容易搞混 我們講寬度好不好 來寫一下 寬度變化函數 可以嗎 就這寬度啊 對不對 就這寬度 當然你知道喔 P點在第一向線這寬度是正的 但是當P點跑到第二向線 這寬度變成負的 因為 這個S座標對不對 跑到第二向線來的時候 S座標是會變成負的 所以你要注意 我這裡的高度跟寬度 其實是可正可負的一個概念 這是一個形容的想法 所以你出去人家問你說 欸到底什麼是Side 你跟他講Side就是一個高度變化函數 人家就知道說 喔這個是內行的 那如果說什麼Side就是什麼 斜邊分之對邊 靠腰啊 你講那個東西 人家就想說 蛤你只懂這個喔 就是你懂嘛 就是這個層次有點差別 好 回歸到我們這個問題 來同學你看 為什麼Side平方加Cide平方是E 你告訴我為什麼 因為單位圓的方程式叫做誰 S平方加什麼 Y平方-E 圓的方程式我們高E已經教完了 那請問你喔 這個點在圓上動 這個點在圓上 所以把這個點的周標帶進去 等號一定會怎麼樣 一定會成立啊 所以你把S換成cos 這邊你不就得到cos 平方θ 再加上sin平方θ 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1 這理所當然啊 對不對 這個點在這個圓上啊 帶進去等號一定會成立 管你這個角度是幾度 你繞100萬圈這也是對的啊 對不對 你左邊你逆時針道 順時針道 你怎麼繞的答案都是對的 只要這兩個角度一樣 這個事情一定會對 這樣可以嗎 這從定義來的 好 欸 這樣有沒有講清楚 有吧 OK 你們大概就這幾題錯的比較多 好 來請問你這樣口罩還有什麼問題 你們定證有好好寫嗎 因為我會花時間看 如果你寫得不好 我就會給你低分 因為我會花很多時間看 好不好 你寫得好分數就很高 好 那那個定證筆記本可以收起來 如果OK的話 我現在 不要來講今天的一個進度 來那個 那個佑德幫我拍一下電腦 我就要講一個新的概念 對 這個概念講完 我們這堂課就可以休息 數學最輕鬆了對不對 那我來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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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一下 這什麼東東 什麼東東 你 那是很久之前 這跟你們的同年有關係 我不知道 跟我同年有關係 如果跟你有關係 那他就 還有還有 他有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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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一下大家都有拿到嗎 其實你可以走過來沒有關係 你是抗G被拍到這件事情 我們這檔課 哈囉 這為你們客製化這個東西 你沒拿到嗎 那個 你翻到課本伸縮那個地方 來是第幾頁你打開 一張給你 你來前面拿給你 上次我們交到那個比例嘛對不對 所以現在應該是翻到課本去 對30頁 請你把美少女戰士夾在30頁可以嗎 我們現在要談一個 數學上很重要的概念叫做伸縮 高中數學有四個重要的變換 伸縮、平移、旋轉跟對稱 對稱我們以前有談過一些 沒有全部談完 平移應該已經講得超多了 平移你們應該已經還算可以 那伸縮應該是沒什麼特別概念 旋轉是根本沒有教 那我們這堂課要開始來建立同學伸縮的概念 你知道怎麼叫伸縮嗎 就是很簡單 水平方向的伸縮 你看我把這個美少女戰是怎麼樣 把它拉長 水平方向的伸縮 那個伸是指伸長 縮是指壓縮 來你看我把它伸長 你有沒有看到它變成什麼樣 這變胖了嗎 對不對 你有沒有看到 水平方向的伸長 那水平方向的壓縮是怎麼樣 是這樣喔 是這樣喔 有看到嗎 到底有沒有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水平方向的伸長 它什麼地方變得很奇怪 它手變得好奇怪喔 你有沒有看到 這變得好細喔 對不對 那我們除了做水平方向的伸縮之外 還可以做什麼方向的伸縮 你猜啊 牽直方向的伸縮 有看到嗎 牽直方向的伸縮 這是伸長 來這是壓縮 這樣好不好 然後現在要同學注意一件事情喔 注意我現在講一件事情 我現在給你看水平方向的伸縮 請問你 水平方向在伸縮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圖形上很多點 它都有一種被拉開的感覺 就像橡皮筋有沒有 被拉開 但是有些點 它是不會動的 你猜哪些點不會動 好 我問那個盧小姐 看起來很常睡覺 來看一下這個美上美戰士 我現在把它伸縮 來請你告訴我 它有沒有什麼點是不會動的 它其實很多點都會動 哪裡哪裡哪裡 嘴巴 嘴巴 還有它這個 這個上面這是什麼東西喔 它的寶石嗎 你有沒有發現 Y軸上的點都不會動 對吧 欸有沒有看到了 有喔 好 還有 如果牽直方向的伸縮 你告訴我 什麼地方的點不會動 N軸上的點是不是不會動 好 所以現在來那個佑德幫我派黑一板 我要講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講完這堂課就可以了 寫在課本上 我們高中數學談的伸縮是這樣子喔 A 寫在課本或者你的美上女戰士上喔 伸縮的話有兩種 來第一種 水平方向的伸縮 水平方向的伸縮它的基準線是什麽 完走非常好 我告訴你其實很多高中生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 它只是知道說喔有伸縮 但是它完全不知道水平方向的伸縮 是以Y軸為基準線 這樣有聽懂嗎 我剛才給你看那個動畫應該是有感覺的 對吧 以Y軸為基準線 是它的Base Line 寫上去喔 OK 水平方向的伸縮 是以Y軸為基準線 這樣可以好去把它拉開 或者壓縮 然後 另外一個是垂直方向的伸縮 或者我們稱為叫牽直方向的伸縮 那如果是牽直方向的伸縮跟壓縮 請你告訴我它的基準線是哪一條 有感覺的 我剛才有拉給你看 是以Y軸為基準線 這樣可以嗎 我們高中數學坦的伸縮是指這種概念 你說老師還有別的伸縮嗎 你只要做定義就可以 定義好就可以 對不對 這種東西都是定義來的 好 牽直方向的伸縮是以Y軸為基準線 這樣可以喔 這堂課我只講這個概念 伸縮這件事情 伸縮是指什麼 講一下講一下 伸縮是指什麼 延伸 伸長啦 好不好 伸就是伸長或者拉長 好那請問你 縮是指什麼 壓縮 對不對 縮就是指壓縮 把它壓扁的意思 很生動的比喻就是橡皮筋 橡皮筋具有彈性 伸長壓縮 聽懂那感覺嗎 知道我意思吧 所以我們用直觀的方式來學 同學有沒有學到伸縮的基本概念 我們下一次就是明天 明天有課對不對 明天上課我會跟你談一個重要的東西 我們會把一個幾何圖形 然後給你它的方程式 我們把它伸長或壓縮之後 它會變成另外一個形狀 我們要去推導出它的方程式 這是我們明天要做的事情 這樣可以嗎 欸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可以 他在幹嘛 他是在看什麼 你還好 你啊 你是誰 OK 好啦 謝謝各位同學 我們就先到這邊 Thank you 又德哥謝謝 嚇你一跳